地狱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记得小时候 在商家办理超度亡魂时 还会看到地狱图像挂肘 看了让人触目惊心 小学时跟着姑妈去看牧连旧母电影 看到牧连母亲在地狱中所受的惩罚 我的内心也感到非常害怕 对当时逢年过节 妈妈会杀鸡来拜拜 小小心灵实在很担心 生怕妈妈未来也要遭受同样的苦 所幸后来妈妈不再养鸡杀鸡了 唐朝著名画家吴道子 被后代尊为画圣 晚年时被尊为皇家御用画家 也被民间画公尊为祖师爷 传说当年广孝禅师任长安造景公事座住持时 为了弘扬佛法 教化世人 特请吴道子画一幅地狱现行图 来提醒世人远恶从善 那幅画对前来观赏的长安市民 都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甚至有些鲨鱼鲨牛的屠夫 放下了屠刀 可见这些地狱信仰教育 仍有其警示作用 现今科学发达 导致道德轮上人心败坏 是非不分 以假乱真 为正不忍 贪章枉法利益熏心 众所欲为乱象重生 尤其是贪图公权民力 致人民生死于度外的不法官员 更是天理不容 在号称法税228案件的太极门冤错假案中 侯宽人检察官就是以法及税来造假 构陷太极门师徒 一人之错祸害全国 一人之过殃及全球 就让我们先了解 侯宽人检察官的办案手法 侯宽人在侦办太极门案中的种种违法 遭到了监察院主动的提起调查 在民国91年的时候 监察院以91院台私治第0912600349号 含附调查意见 详列了侯宽人在侦办太极门案中 设有八大违法 而要求法务部对其从严究者益处 这八大违法包含了第一个 就是违反侦察部公开 因为侯宽人在85年12月19号 率领了媒体大规模的搜索太极门 全省的各处盗馆 让电视台取得所谓的独家的新闻画面 而且在侦察期间更是持续未养媒体资料 导致当时有超过400多篇的 耸动连载式的报道 以及12家的电视台超过70次以上的转播报道 企图营造舆论一面倒的负面观感 侯宽人本人他甚至上了电视台来公开谈论案件 第二个就是违法搜索 85年的12月20号 几位太极门弟子在接受媒体访问 说明外界所指控的这些太极门种种 是有错的时候 结果几天后竟然遭到侯宽人 在没有犯罪证据 也没有人指控的情况下 违法搜索这几位弟子的家里 并且押往调查局去做征讯 企图去制造所谓的寒残效应 让所有的人都不敢再出来为太极门说话 第三个就是违法冻结资产 侯宽人在案发第四天 就冻结掌门人夫妇的所有的资产 不问是否跟案件有关 他全部都冻结 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费 还有侄女的教育费都不留分文 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 第四个是鉴阅职权 案件在起诉后 全案已经细数在法院管辖 但侯宽人却鉴阅职权 自行发函给内政部要求去解散太极门 而且他在接受监委调查的时候 也自己承认 他是善用自己的名义 没有经过上级主管同意 之后更两度发函给八个县市的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甚至发函给台北县市的公务局 直接要求对太极门的盗管 进行断水断电 企图彻底的瓦解太极门 第五个就是严重违反科学办案 侯宽人在86年4月15号 仓促的将太极门案件起诉 并且在起诉书中 污指太极门养小鬼引起舆论的哗然 而且他还公开的接受媒体访问 宣称说他用眼神来认定掌门人来养小鬼 满嘴的怪力乱神 遗孝国际 第六个就是强害司法威信 在起诉书公布的隔天 侯宽人才在4月17号 再次对太极门的四个盗管进行搜索 最后扣得了一把陶木剑 就认定了这是养小鬼的唯一证据 甚至当天下午 他才首次讯问掌门人是否有养小鬼 这种先射箭在画把的办案流程 严重的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 也让台湾的司法蒙羞 更离谱的是 这把陶木剑自始至终 侯宽人都没有呈上法院当证物 而当案件结束之后 太极门要求返还这把陶木剑的时候 才发现陶木剑竟然已经不翼而飞 找不到了 第七就是严重侵害被告的权益 从积压掌门人隔天到公布起诉书 共长达117天 侯宽人他只征讯掌门人3次 花了29分钟询问了13句话 而且在询问的过程之中 侯宽人的态度非常恶劣 不仅丢卷中拍桌子大声咆哮 甚至语待恐吓 连掌门人要求要拿取有利的书证 都被他断人拒绝 而且从侦查到疑审 侯宽人检察官 他从来没有依法去通知掌门人 委任的律师林超雄 也从来就没有告知 掌门人所涉嫌的罪名跟法条 这样的侦查过程 当事人的防御权 诉讼权 还有辩护律师的辩护权 全部都被他直接剥夺 第八就是强害检察官的公正执法形象 侯宽人未审先判 加入自救会就可以 求偿损失当作恶 公然的违法在媒体上呼吁去成立自救会 监员调查的时候 侯宽人他也承认 对于自救会成员中 所谓的被害人根本 他就没有依职权调查过 也没有求证过 完全就是依职救会所提报的人数来冲诉 完全是违反了他的职权 应该做的作文 那更重要的是 监察院还认定起诉书跟证据资料 存有汉格矛盾 据提起公诉误服证据法则 依法根本不能提起公诉 更不能作为课税的依据 而且起诉书只是代证事项 国税局未依职权调查 仅凭起诉书来当作发单的课税的依据 根本就应该是自食无效 侯宽人检察官不仅以押取共 还早从没到过太极门的税务员 史月生做卫证 制造假证人假证据 献人于不义 经报黑幕 太极门淹税真相还原 当年证人史月生证实 侯宽人教唆做卫证 诬陷太极门逃脱税迫害资金25年 诈试还是什么 你怎么贪心一切 你这样子不好吧 你这样办 就这样办 所以说 那时候 那时候 人家找我的时候 人家想 不然就有问题 对 没有人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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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在讲 后来人家找我 我应该讲 去世 有问题 我们是半生之类的 诶 你来来 我们 走到他看吧 太极门让你 有没有人要讲 我说 诶 出不出了 老子女 我让你出去看 我说 你们怎么算的 他拿着我看 你从哪里来的 你从哪里来的 你从哪里 我从哪里 他说 就是 算吧 他说 啊 这个不财 不财 啊 你要怎么样 他说 我们就这样 人家 因为我压抑 我没办法 我就这样办 然后你还找我 要 没问题 illian 妈说 咦 用不财 怪我 原來人家找我去 他成全是 打位 打位 你是說他找你去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就是你不管說什麼 反正他寫他了 他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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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把面子講 去年了說他這樣是講什麼 這樣很怕 嚇死了 他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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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十年前的案子 他嚇死了 就嚇死了 嚇死了 嚇死了 一般正當法律程序 國稅局在開單之前 必須依職責調查和舉證 查明所得性質和金額 但台北國稅局在87年89年 兩次韓文卻都自己承認 太極門稅單所核定的內容 性質及金額都是根據市調處的資料 國稅局根本沒有依職責調查 這個無中生有的案子 引相關的財稅官員 昧著良心知法犯法 一錯再錯 官官相互 讓冤錯假案 如絞肉機般臨遲 太極門師徒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我們來一窺太極門假案的真實面貌 為了績效可以查工強行拍賣 爛權威法的最難知性人民的財產啊 天生無絕 武漢長 無罪 無罪 總快不能服侍了 太極門的稅務案件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案子 太極門的稅務案件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案子 太極門從55年成立到現在 太極門的稅務案件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案子 從來就沒有要繳稅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產生就六個年度的稅單 就是當初活寬人的刑事冤案的迫害 國稅局的發單課稅也是依照 活寬人濫權違法的起訴書 照抄裡面的內容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調查 就發單課稅了 所以他當初一共發出了六個年度的稅單 可是這六個年度的稅單到今天 經過刑事法院三審的判決確定 經過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確定 都已經認定太極門不是補習班 禁私禮都是正宇的地址的禁私禮 不是補習班學費 所以太極門根本就沒有稅單 也沒有納稅的問題 刑事不最便宜的也就是慶祝是完全不實的 也就是說你完全沒有俱正 在完全沒有俱正之下 所惡的合法的稅單當然是不效的 他應該要主動的來進行 然而國稅局當年依據警方不實起訴書 開出的六個年度稅單並沒有撤銷 甚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還強制執行拍賣太極門 位於苗栗山區的土地 王法裁判怎麼可以執行 這個就當你明明知道說這個死刑犯這個判決是冤案 你還硬要把人家抓去槍斃的道理是一樣的啊 你不幫他平反你國家就有錯了 你國家還錯上加錯還把人家殺了 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太極門的的確確不是補習班 早在86年教育部就說太極門不是補習班 89年公聽會上再次澄清太極門的的確確不是補習班 96年刑事三審確定太極門無稅務問題 101年到102年財政部重合覆查決定 也承認太極門不是補習班 事實上107年最高行政法院再次判決太極門順訴 也再次明確認定太極門並非補習班 而是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國稅局因此陸續將80和82到85年度的稅單更正為零 卻唯獨81年度沒有更正 仍然已補習班課稅 理由是81年度的稅單已經在95年判決敗訴確定 問題是太極門刑案在96年才三審判決定 行政法院怎可搶先做出背離事實的判決 他認定事實錯誤嘛 他把太極門當作是補習班 用補習班的成本稅率來對太極門發單課稅 所以做個認定事實錯誤 這個適用法律就錯誤嘛 所以這個法院的判決也是一個枉法裁判 今年5月5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也發函中區國稅局 要求81年度稅單 應與其他年度為一致性處理 也就是更正為零並且撤回執行 而太極門81年度的稅單敗訴 還有一個不符合程序正義的重大瑕疵 就是從一審到二審甚至申請再審 都碰上了同一位法官黃淑林 這已經違反法官迴避原則 黃淑林法官 他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接到了這個案件 他因為是受命法官 所以他也有準備程序 然後他也進入了實質的調查 結果後來因為怎樣 因為職務調動 他到了最高行政法院 至少我們人民怎樣 有那個機會去申請與迴避對不對 在太極門案件有沒有可能 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 有沒有在開庭啊 完全就是在書面秘密審判嘛 所以搞亂案件好像鬼打牆一樣 都同一批人怎樣 在那邊繞 在那邊轉 救濟程序必須是有完全不一樣的法官 那你在這裡跨兩個成績 你如何公正 告訴我怎麼公正法 除了法官違反迴避原則 嚴重侵害太極門的訴訟權之外 更離譜的是 在行政法院審理過程 國稅局竟還涉嫌隱匿證據 他發了一個盤 然後請他抽到的地址 然後來問說禁世儀的性質是什麼 回收的有206份 全部都說是贈餘 全部都說是贈餘 可是沒有想到台北國稅局認定說 只有9份是贈餘 中區國稅局認定只有5份是贈餘 後來監察院針對這件事情做調查的時候 後來監察院針對這件事情做調查的時候 台北國稅局竟然說 沒有 全部都是學費 全部都有對價 太麻煩了 都是鄭宇啦 鄭宇性質 這方面也是 國稅局的謊言立刻遭到打臉 民國99年6月17號 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 太極門弟子出示了 全部表明禁世禮是贈餘的寒查表 作為證據 讓財政部和國稅局都啞口無言 現在人都在這裡資料 要提供給你看 整圖都做事 那你們明明知道這個已經是錯了 你們以前講的好像有點疑問了 你們還要一昧的錯這樣 這樣是不好的啦 請財政部 在兩個月內 對於本事件 盡速作為結論 如果中期國際簽上來 簽上到財政部來 因為中期國際 讓他一個局承擔責任也不好啦 那簽上來好不好 我們就照著剛剛這個 這個次長的這樣的一個說詞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中期局的這一個意見 那麼簽請財政部 就是這效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撤回 是吧 好 那我們就由我們中期局 正式簽到部裡面去 公廳會後一個多月 財政部發函給立法委員 田秋景 圖醒哲及周守訊 表示已經要求中區國稅局 依稅捐基爭法第40條撤回執行 中區國稅局也在四天後 行文當時的新竹執行處 要求根據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三項 公廳的稅單 卻不願停止執行呢 這背後是否有不能說的秘密 為何這個烏龍稅單一直開下去 一直沒有辦法撤銷 那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應該就是包括我們講的 就是稅務人員有所謂的 稅務獎金的部分 我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的 他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個獎金我拿了 然後呢 要扣稅也是扣你們的 2019年3月15號 他們還公告獎勵建議名單 然後獎勵建議名單呢 就是針對這個案子 太極門這個案子 2020年3月5號 剛剛那是2019年 現在是2020 每年都要討論要分錢 一年之後還沒忘掉 所以以後要績效要二分之一 一人分一半 你是我的演 你是我的演 大家都是我的演啊 為什麼 大家去幫我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人在逃漏稅的 有獎金啊 最高480萬 在財政部和國稅局公開承諾 兩個月內解決太極門稅案之後 到現在已經又過了十年 財政稅 太極門稅案糾纏迫害人民長達24年 最高法院已經判決 確定無罪無稅 也獲得國家冤獄賠償 更被監察院列為國家重大人權保障案件 但諷刺的是 在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 8月1號正式成立的前夕 太極門的土地 竟還遭到違法強行拍賣 在當今政府高舉人權大旗 力促轉型正義 司法改革的同時 真能有足夠的魄力 終結這一場 經歷了四位總統都無法落幕的冤屈假案 還太極門師徒一個公道正義嗎 還是會讓這充滿官員違法 官官相互的荒唐鬧劇 成為台灣人權運動上的污點 一笑國際的大笑話呢 社交委員將新來回來 司法判決已經還給太極門清白 國家也給了冤獄賠償 監察院更認定 這是人權迫害指標案例 國家元首 機關首長 立法委員以及中外學者專家 不指讚揚太極門對社會的貢獻 更為太極門案發出正義之聲 稅捐機關因立即撤銷違法稅單 終結冤案 還給人民清白與公道 在因果圖鑑這本書中提到 第八殿都市王 百日都市王殿師長大叫熱大地獄 數無監獄 本處在整個大火爐中 其熱無比 罪人到此 往往學意自費 自行主熟而死 須今百死千生 直至夜境 方復輪迴 先度惡鬼 再度畜生 仍受飢渴之苦 自淚相殘而死 又今百數千世 或偶得人生 亦貧病交間 身心熱腦 無緣逢善之事與文正法 於短命悲慘中過完一生 墮此地獄 其苦由盛於錢 其惡業雖不離前綴 因其污染太深 息氣難改 故所受報應更為嚴酷 此殿中的磅蹭地獄提到 為學當官乃至經商盈利 其心不可偏備 為學勵志重在道義 勢力皆因權宜輕重 力持中道原則 為官當政 乃因公宗體國 敏絮蒼生 不可舞弊尋思 以商連結 磅稱地獄 視為兩心地獄 罪犯致此 先過磅 檢驗其一身 良心有多重 黑心有多重 功過是非都再次蹭出 再註冊發落受刑 尤其金之社會 道德輪喪人心狡狹 官司心送屢見不鮮 法院開庭 游思市場感激 忐忑不安 不可終日 紀委法官 採納證據之計 搖筆定焰之先 不可不順 稍有偏差 無不關係 因果也 堂上一點珠 百姓千滴血 為官者 為官者 若不能體恤民情 貪圖自身利益 至人民生死於度外 天理不容 那我們來看看 天使的審判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龍蝦和螃蟹和恐龍的故事 我們都聽說過天理審判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呢 這一天天使審判 來了三個罪人 他們曾經當過法官 稱因為 裝龍舊雅 不依證據判決 而變成了龍蝦 因為恨行霸道 而變成了螃蟹 因為殘害人民 而變成了恐龍 他們不知道 即將面對的是什麼 依然我行我素 這裡是哪裡啊 你怎麼也在這裡啊 我怎麼也變成這樣啦 這裡是天使審判庭 你們犯了天道的罪 才會來到這裡 只有真心悔改的人 才能得到寬恕 哼 幾個小屁孩在那邊 胡說八道什麼 我做出的審判 是可受公平的 你明知對人民有利的證據 卻故意違背事實 而做出的判決 已經觸犯了王法裁判罪 哦 那個證據啊 我看啦 只是啊 年紀大了 嗯 有時候看了會很快就忘掉了嘛 你是個法官 難道沒有認真想過 你的一個判決 就決定一個人的善惡生死 態度怎麼可以那麼隨便呢 裝就禍害社會 有那麼嚴重嗎 說到底我頂多是太過於誠實的表達了自己嘛 就算我裝聾作啞 你又能拿我怎麼樣呢 我的作為啊 可是受到國家法令保護的 何罪之有啊 哎呀 跟你們這些小孩子啊 我跟你說 說了你們也不懂了 而且對同一個案件你們已經做過不利人民的判決 應該迴避 為什麼不迴避呢 蛤 有什麼好迴避的 難道我要讓別人來推翻我先前的判決 證明我的錯嗎 哼 我才沒那麼笨啊 認錯沒有什麼好丟臉的啊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為什麼你們要繼續做不對的事呢 反正我是終身職 你們也不能叫我退場 人民只能忍耐我的任性咯 哈哈哈哈 你們審理過的稅案 人民幾乎百分之百敗訴 難道你們是與國稅局聯手欺負人民嗎 哼 小孩子懂什麼啊 法官本來就有自由心證的權利 我想判誰贏判誰輸 是隨我高興啊 不然你是要怎樣 就是因為你恨行八道 所以才會變成螃蟹啊 呃 那又怎樣 螃蟹本來就是橫著走的啊 我才不相信你們幾個細小孩能把我們怎樣 給我滾一邊去啦 家裡沒大人的是不是 叫你們爸媽出來 是誰還在執迷不悟呢 難道你們從來不相信會有這一天嗎 你還回來啊 這是怎麼回事啊 我心了我心了我心了啊 下次不敢了啦 無良官員蒙蔽良心 知法犯法 人在做天在看 岂可胡作非為 棒蹭地獄的故事 提醒我們良心的重要 尤其是為官者 更因以民為主 以法為規 切莫運用公權力侵害人民的生命及財產 不論我們相不相信因果報應 有道是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是時候未到 只是時候未到 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一生所作所為負責 天理是公平的 願我們都能夠並持良心行事 一生都無愧天地 祝福大家安心俱戰 再次唱出我們的心聲 我們一起來聆聽 大人 冤枉啊 孤有幾故民怨 青天明見 新冤群 為什麽你看不見 為什麽你聽不見 現在大人都盡視 看不見人民的苦痛 為什麽你聽不見 現在大人都中聽 聽不見人民的心聲 為什麽你看不見 現在大人都無感 你怎能沒感覺 為什麽你聽不見 汤上一点珠百姓牵地鞋冲骨至今流不停 国家机器长黑幕 重重黑手暗操纵 司法税务行成双手间 步步猎杀绝对不留情 关关相护 好大喜空的检察官 无中生有不守程序 招招银行追杀令好像在演场手剧 关关相护 横针暴恋的国税局 他不查证据 他不求证 张张税单 地址不停开 关关相护 行政法院来护航 世事驳回又重复来 究竟不会成 愿意不想成 检察院大人 正义在哪里 为什么你听不点 检察院大人 还我名利财产 好多考虑 搜索 压人不解释 整件事情根本就超风势 说是贪心智就会 断水断电又疯管 检察官整个黑白幕 人民终法院情就担走咖 二十年的青春隆重撩下去 寒累寒怨寒无名 真相只能看下去 看不见 活睡局大人 良心在哪里 为什么你听不点 活睡局大人 撤销违法吹淡 我罪入法事实 天外非来天文字 不看真相 赞誉不是补习废 不顾人权 冻结财产千出境 万年岁当 五线轮回一直开 拿人民心 打政府官司 一庭接一庭 一手换一手 严重记 钱拿来 打官司 谁怕谁 人情税 家伙税 自己决意 将在逃 总统大人 人民冤枉啊 总统大人 主持共产 一非 一非 看你们热案 是个简单的事实 就连三岁 小孩都看得出来 偏偏有些官员 他上班不带脑 只想要自暴 只想要升官 真假是非 政府沙沙分不清 连学者专家都看不下去 建裁运就证你当放屁 人民冤案 无限拖 这些责任根本没人力 能备人民辛苦的纳税钱 国家机器完全都失赢 获古扬名 千古罪人 正言会出破众口言 公开真相接黑幕 正言总快说破说证言 公开真相也许接黑幕 公开针 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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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日本公开机器 民众 商量 公开机器 山有山报 恶有恶报 选军诸恶莫作